我们来看一下 空间中假如有存在的点电荷 而这点电荷就会让它在空间 它点电荷的附近的空间 就会存在的电场 就好像这里有一个电荷在这边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晋球在这边 那是不是旁边就会形成重力马铃 它现在这里的不是质量 是以看待它的电量 它这里具有一个电荷电量在这边 假如它是点电荷 在这空间中 它在空间中就会形成有电荷 OK 有没有看到一点点颜色淡淡这样 就代表我就显示 这边会有电荷电力 这个空间的地方就有电电力 好 那这个电荷的特性会是什么呢 假如这是点电荷 对空间中所形成的电荷 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这个距离是R的地方 这个电荷会多少呢 依照我们电荷的基本定义 我就先把它摆一个小Q在这边 摆一个小Q在这边的时候 它们彼此间的净电力就会有多少 是不是排斥的 正是不是这是排斥的 然后这也是正Q 这也是正Q嘛 那两个之间是不是排斥的力量是往这边 那大小呢 这个净电力的大小会等多少 是不是R平方分是怎么样 KQQ 因为是点电荷满足酷仁定律的话 所以R平方分是KQQ 所以什么意思 你这个电荷会多少 点电荷在这形成的电荷就是意思上就会等多少 依照基本定义 是什么 净电力除以Q 那你净电力是多少 所以你不是定义了 这是等于 什么等于 点电荷的时候你才可以等于 等于什么 你上面点电荷的时候就变成什么 R平方分是怎么样 KQQ 所以你点电荷的时候的电荷 Q是不是会消掉了 Q得到的是多少 R平方分是KQ OK 所以你不要搞混了 这个章节会教你很多的观点去处理有些电的问题 那刚刚讲的 电荷只是协助你去表达处理力的问题 那力R平方分是KQQ 只是它是一库轮的 所以把Q除掉 就变成R平方分是怎么样 KQ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电荷 我净电荷的电荷的时候 它会等什么 是不是R平方分是KQ 不是任何电荷都会等这样 只是净电荷在空间中所形成的电荷是这样 那假如它是正的 这个电荷 它是正的 是不是这是正Q在这形成的电荷 对不对 那会怎么样 方向是怎么样 是不是离心 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 它所形成的电荷是不是离心 在这边的时候 在空间中这里是不是离心 一样在这边的时候 它会离心的方向 OK 也可以说在这边 正的净电荷 在空间中所形成的电荷 是辐射向外 OK 好 那现在假如我现在是有一个 负的电荷 一样 负的净电荷在空间中 也会有形成电荷 可是它出现一个情况 我现在一样摆一个R的平方 摆一个Q 正Q在这边 那一样 负Q跟正Q反而会什么力 相吸 这相吸的力量 都会多少 一样是点电荷 一样大小就会等多少 是不是R平方是KQ 只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 它的方向会是怎么样 是不是向这边 是不是向心 对不对 你这个电荷就会是向心的 因为你F等QE 我Q是正的 结果这时候力量是不是向心 所以这时候点电荷在这边 形成电荷 就会是在辐射状 但是是向心的状 不是辐射向外的 是辐射向内 OK 这样有问题 所以点电荷 假如你是负电的话 负电荷在空间中形成的电荷 一样是R平或是KQ 可是它的方向 正负会有点不一样 假如你的点电荷是正Q的 那你就会离心 OK 假如你的Q是小于零了 你就会怎么样 向心 那一般我们生活上稳定存在的质量物质来讲 你的重力场都是什么 重力场都是什么 地球在这边都是下星 OK 所以我们在特别情况里面产生的缓物质 缓物质里面当然它就另外的 它形成的就会是离心的 但是它的生命周期 真短的 OK 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之下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有没有问题 之前我们已经刚刚讲过 什么是电荷 电荷就是表达一种 也是表达力 净电力 只是是美库人的净电力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单一个电荷 减电荷 它放在空间中的时候 就会对空间中形成一个电荷 就像我们这个生活的附近 你这里在空中 这一点有什么 这个中立场 而这中立场是多少 是不是基于9.8向下 那么你这个中立场谁造成的 是不是地球造成的 OK 那一样 你这个空间中 有一个点电荷在这边 在它的附近 就会形成 刚刚的地球形成附近 空间附近 是不是形成中立场 那这个电荷在它的附近 就会形成怎么样 电荷 好 这颜色有点淡淡 看不太出来 OK 就唯一淡淡的颜色这边 就表示这附近有形成电荷 OK 那这电荷怎么样 你在距离R的这个地方 假如我摆一个正电荷 一个Q在这边 那它所说的力量 正正是不是互相排斥的 它的力量依照库人定律 点电荷点电荷 它的力量是会多少 所以R平方分支是怎么样 KQQ 所以在这一点的电荷 在R这一点的电荷 会等于什么 一到基本定义 不管你是不是什么电荷 我是不是就是我 净电荷除以Q 那这时候因为你是 净电荷 所以你是不是R平方分支 KQQ 然后再除以Q 一除以后 是不是我刚刚跟之前跟我讲的 诶 市场很容易搞混 就变成有一个R平方支KQ 所以净电荷的 静电荷能力 是R平方支KQQ 它电荷呢 你把它想成 它也是一种力 只是表示美库人的 也就是那个小Q 这个小Q 就是相当好像美库人就是E 它就变成R平方支是怎么样 KQ 这样了解意思吗 而因为你这个电荷震的时候 这电荷 你这个电荷震的时候 你的力量是不是就是电荷的方向 你这小Q是震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是在这里 所以电荷方向也是在这里 所以假如在空间中认了一点 它的净电荷是电荷之下 它的方向呢 它的向量这个方向在这里 这个是在这里 这个是会在这里 这个是会在这里 就是往这个箭头去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 往四面包装辐射出去的 往外 正电荷在空间形成的箭场 是会向外的 OK 像我们地球万有引力 那个都向内 向地圈嘛 动力场的 那现在假如你是副电荷 刚刚是正电荷 你这副电荷空间中有形成箭场 一样 这一点的点电荷在这边的时候 摆一个正Q在这边 正Q在这边 因为你是副电荷 所以它的会是什么力 正户会相 所以它的力量就是往这边 那你这个力量大小一样 经由库人定律 力量会等于什么 R平凡分之什么 是不是KQQ 然后一样带进来 是不是R平凡还是KQ 只是它的方向 注意点 你这是不是Q也是正的 但是这副的话 你的电荷方向是不是跟它怎么样 是会同样方向 是会怎么样 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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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针对副电荷 它空间中形成的电荷 就像重力厂一样 我们一般讲重要 它会向内的 OK 所以像我的 这个圆心 这个地方 好 所以在这边 减电荷 我们要讲 电荷是什么 美库人进电力 那假如是减电荷 那它R平凡是KQQ Q是美库人 就消掉一个了 那方向呢 假如你这个电荷形成的 减电荷形成的电荷 Q带领的话 那那方向会是 辐射离心的 OK 那假如是Q小于灵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辐射状 但是是什么 向心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